我們第三天來到了距離東京車程約二十分鐘的武藏小金井站 要去哪裡呢? 今天的第一站帶大家去江戶東京建物園 車站一出來就有賣御飯團的全民味 可以在這邊買個早餐 我們從這邊搭公車到小金井公園西口下車 然後再走五分鐘就可以到目的地囉 第二天的行程已經去了許多觀光大典 第三天第一站來逛一點深度旅遊的地方 江戶東京建築園創立於1993年 園區內有許多歉移而來並加以保存的數百年歷史建築 意思就是把歷史建築從原始的地方拆除後 搬到這個建築園區並加以還原 所以這些都是古人住過的真績唷 個人覺得這裡最有趣的是這條商店街 由於這裡復原的是昭和時期的建築 所以對於台灣人來說會有種奇妙的熟悉感 每一間商店都可以進去參觀 一定要去的是這個湯屋紫寶湯 這是東京典型公共澡堂的代表 據說還是神隱少女中湯店油屋的參考場景 附近還有一台已經退役的都店路面電車 整個園區根本大型網美景點 櫻花季蘭還加送櫻花美景喔 那我們逛完了 我們現在要回到武藏小經理站 然後搭車去吉祥寺 我們接下來第二站來到吉祥寺站 帶大家在這邊逛逛順便吃中餐 我們中餐來推薦新鮮野菜的 Hirata Pasta 這家也有提供冷麵的義大利麵喔 那個酸酸甜甜加上冰冰涼涼的冷麵 吃起來非常的有 口感非常的好 然後非常的夏天 這個吃起來有點像紅酒燉牛肉的味道 但是它的肉再更碎末 然後口感再更紮實一點 那我們吃完中餐之後 來逛一下吉祥寺的商店街吧 吉祥寺這種名就是它常常的商店街 那另外這邊也有蠻多道律的小吃 像是Sato的炸肉餅 還有很好吃的鯛魚燒喔 它這個包和牛肉 加上洋蔥真的太絕配了 好吃的好吃的 果然是名物 滿滿的這個餡料 看看你看冒煙 看起來超好吃的啊 放累了之後可以來這一家Chai Brick 喝一杯菜喔 哇它加的香料啊 非常濕滑 好入口 好喝 那我們現在要離開吉祥寺 現在在去哪裡呢 接下來帶大家去逛逛神樂坂吧 接下來從吉祥寺到神樂坂 不用轉車就可以直達啦 神樂坂這邊啊被稱為小巴黎 那最值得一逛的就是這一條上下坡 很有風味的坡道 這邊推薦最時尚的赤城城 神社還有幾家費用特色的咖啡店 這是名建廚師衛岩武所設計的赤城神社 也被譽為最時尚的神社喔 神樂坂這周遭有很多漂亮的石斑小路 可以好好的散步跟拍照 tacticalinen會寫出器 過頭的一些 backups、生日 winter pasti 有這次現場的天氣 廢tiин 四月長官 是了 有20 美陽 isl providing 這邊有賣很多跟動漫相關的產品 有時候可以買到難得一間的二手貨喔 還有奇隆珠 像我們是聖鬥士星石 一群用品欸 超屌的 我們現在逛完中野囉 要一路走到高原市去 那就順便在高原市吃個晚餐吧 高原市這邊的古著店 大概都營業到八九點還蠻晚的 對啊 所以也別忘了順便來逛逛我們現在所在的遊頂場店街 那另外呢 我們也推薦高原市這邊的幾家餐廳 像是串燒 巴里托拉 以及沖繩料理爆品 土皮捲納豆 它乾炒得很嫩很Q耶 我有那種粉粉的感覺 然後加上它塗的那個醬 夠味 這道是山谷瓜炒豆腐跟蛋 然後上面還有跳舞的柴魚片喔 吃吃一下炒苦瓜吧 它的山谷瓜啊吃起來就是脆脆的 然後不會有很苦 反而是一種淡淡的苦味之後有點鹹乾 然後加上那個柴魚的香味非常的好吃 這道是豬肝炒蔬菜 它的這個豬肝啊吃起來不會腥 然後呢配合上這個炒蔬菜很清脆的口感 整體的搭配還蠻好的 這家日式的有趣雜貨店Bitch發生到現在營業到晚上12點 我們逛街逛完了也吃飽囉 小原市這邊離心度很近 那我們就回去休息囉 那第三天結束 掰掰